好嘞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老師 推移車又來了 新車開箱分享 相信大家上一集已經看過 我們去交車了 就是這台ARIA 可是這車有在2022年就出了 國外就有了 我最近在上網爬文 日本啊 歐洲啊 美國啊 我都在查 我等一下再跟你講 為什麼我在國外查 那今天終於來開箱了 這台車我已經開了兩三週了 迫不及待跟大家分享 我有好多心得 因為我覺得這台車是 這麼久以來難得試到一台 我覺得有蠻多東西 蠻多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台車子 這一次呢 我們購買的是真誠版 非常的真誠 沒有在騙的 跟Pizza一樣 四片八片嘛 沒有七片 呵呵呵 非常真誠 它有兩個版本啊 一個叫標準版 一個叫真誠版 那如果是這個標準版 就是66kWh的電池 真誠版呢 就是我們這次購買 就是91kWh 千瓦小時的一個電池容量 分別的售價是 168.9跟188.9 我們這次買的就是188.9的 先帶大家來仔細看一下 這台車的外觀好了 好不好 首先 我講的是沒有錯 把VMotion拿掉以後 是不是就好多了 不是 不是這樣講 其他車怎麼賣 呵呵呵 其實VMotion沒有拿掉 你知道嗎 它是變燈了吧 它把它往外擴了 變成燈在這裡 所以VMotion沒拿掉 不要亂講話 欸 不過之後都這樣子啦 這樣會比現在弄 在這邊能夠 這邊做一個 比鍍鉻的 對我覺得 好蠻多的啦 好不好 參考一下 呵呵呵 我們算一年買沒幾台 不過可以參考一下 那你會以為這個是一個全黑色的烤漆 亮面烤漆對不對 可是其實裡面是這個 有點日本風的網格狀的花紋 當然可能要在某些燈光角度 你才看得出來 我想說 欸這怎麼都做全黑的 這個是搭配內裝 好 那這個Nissan的Mark底下 有一個鏡頭 有一個地方很可惜 台灣的這個Mark沒有發亮 它原本應該要亮 日本的廣告 木村拖載的有亮 我就光這一點 我就受不了了 為什麼木村的有亮我的沒亮 你覺得我受得了嗎 後來我去研究 歐盟有規定 其實台灣也有這樣的規定 就是對於這個Mark 它是不能亮的 好像只有日本跟美國可以 然後後來 我回來我有研究後面 其實是有線組 但是插頭裡面是空的 你如果拍特寫這個質感 它這個質感是燈光的質感 我還在想辦法 因為我覺得這亮起來真的差很多 晚上的感覺會差很多 然後下面呢 是亮面的烤漆 還有霧燈 那兩側呢 也有兩個雷達 這邊呢 有做通風 這個應該是帶空氣力學 帶進兩側的 煞車輪乎裡面 那這個VMotion 往外移以後就變成 LED的日行燈跟動態指示燈 這亮起來長度很長 所以它的辨識度會很好 那裡面呢 4個LED的透鏡 大家得 好啦 我覺得這個會亮 就畫龍點睛了 因為我覺得它整個車頭 這邊的範圍太廣了 雖然很有科技感 這個亮起來畫龍點睛 來看側面 那側面我覺得比較特別的就是 它所有的輪弧 側裙都是用黑色亮面烤漆的 就不是之前一直在講的 沒有烤漆的防刮材質 沒有烤漆的塑膠原色 所以你發現包括後照鏡 包括A柱 包括這個水切 全部都是有烤漆的 還有車頂的 黑色的烤漆亮面的 整個質感就凸顯出來了 再加上我們選的顏色是白色 像黑白的對比起來 就會覺得說 整個質感都會得到提升 那我覺得它有一個蠻屌的點 就是它配的是 2545 20寸的鋁圈 電動車 我們做200以內平價的電動車 家庭用電動車 我印象當中 沒有人配到的尺寸 我記得它表定是548 WLTP 它但凡降個1吋 就變588了會不會 它如果變16吋 會不會就變626了 不是WLTP 我不是說AEDC 如果AEDC 可不可以直上700 所以它配20吋 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它不是什麼性能車 感覺起來是這種 比較偏向家庭用取向的感覺 還蠻有信心的 那呂軒的部分一樣 節能蓋 看到灰色的部分都是節能蓋 然後銀色跟這個 黑色亮面的地方 都是鋁圈 盲點是在後照鏡上面 一個三角形的 然後後照鏡上面呢 也有方向燈 搭配摸門 那摸門是可以設定的嘛 上次有講了 你可以設定就是 只開單邊 也可以設定全開 如果是鑰匙是在副駕駛座 只會開副駕駛座 這個我覺得好像比較少 通常都會只開這邊而已 反正它是可以設定 從行車電腦裡面是可以設定的 那這個側面的線條 我覺得整體的線條是很飽滿的 腰線以下 讓你覺得是一個很飽滿的線條 可是側腰線以上啊 收的我覺得是比較俐落的 簡單來講就是屬於那種 西洋裡 上面比較流利 下面比較 它比較寬 飛飛的 所以你看它後面的玻璃就會 前面比較大對不對 尾部慢慢縮小 然後收尖 現在車肉流行坐這樣 感覺會比較像Cube 比較像跑旅啊 的那種感覺 優雅之中帶著年輕的氣息 所以它窗框的上方呢 有一個銀色的飾條 延伸到了後擋風玻璃 那它現在尾燈都是固定的嘛 一定要坐戲然後貫穿嘛 Mark 就坐在這邊嘛 很可惜 可是不能選 比如說藍色啊 發光啊 還有一個東西 我覺得在 我們開箱那麼多電車裡面 也不常看到的東西 就是這個 後雨刷 我不知道它做這個幹嘛 反正它就有做啊 隨便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其實這個東西 我個人是很少開的啦 但你最近開鮮貝車 你會開後雨刷嗎 我會 你會開喔 嗯 你是在下雨的時候 你在開車的時候 你會讓它這樣刷 不是常駐 就是我要看的時候 就倒車啊 人家移車的時候 你就 我會啊 如果我覺得 我在停車移車的時候 覺得它擋到我會刷一下 但不會你在邊開的時候 常駐讓它刷嘛 所以這個東西 對我來講 算比較少用到啦 我覺得它這台車很多地方的思維 有跳脫 我們長久以來造車的思維 所以我覺得蠻有趣的 然後再來 我們看它一樣 後面就是屁股也是做得很厚實 然後下面呢 大面積的黑色的亮面的烤漆 我覺得它有一個地方 蠻值得稱讚的 就是它的腳踢尾門 它腳踢尾門真的 隨便踢就開 我那一天跟那個廖老大 真的不是在16吨的嗎 那個是在玩 它真的是 它真的隨便踢 這麼靈敏 我記得上次我們不知道拍哪一集 然後我們在那邊踢 說這個可能被拔掉了 然後就有人留言 沒有啦 你要從排氣管的左邊哪邊踢進去 你要從哪一個英文字下面 然後用掃的 一直以來拍那麼多汽車影片 就是老是有人在那邊會留言 說這個要怎麼踢 那個要從哪一個N字下方 什麼30公分踢進去 不行啦 你不能穿多鞋 你可能要穿Nike的踢才會開 哪一個牌子 你可能要穿New Balance 他才會認鞋子嘛 有的會認鞋子 就是會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那個 癖好啊 要去配合這台車 啊這個不用 我真的隨便 我真的隨便 這樣就開了 對這一點是讓我覺得蠻有感啦 真的是有感 因為我們真的開箱很多車 不是啊 這一集觀眾朋友會不會覺得 我都在說好話 我必須跟大家承認說 今天拍這一集 我是用很興奮的心態 跟大家分享 大故於想要喵他的心情 我是真的蠻興奮的 因為覺得蠻特別的 那後車廂的空間表現 我覺得蠻合理的 他如果不打平的狀況之下 是466公升 如果完全打平的話呢 室內空間是1350公升 無論是要載東西還是車速 應該都蠻方便的 底板底下還有置物空間 他的底板是分成兩片 那你也可以把他完全的放下去 做一些變化 那裡面就是BOSS的音響跟補胎計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這個要墊的那麼厚 那後來我有去試啦 他是為了平整度啦 因為他這個放的可以很平 那有一個我覺得現在的很多車有做他沒有做的啦 就是從這邊可以把它倒平這一點 我覺得很可惜他就沒有做了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他這個也是偏軟 不過至少不用選配嘛 就有給啦 但是就是軟軟的啦 OK 看室內 首先打開就是高級沙發廠的椅子 中間擠皮後面兩側呢 是這個皮革的椅子 然後呢 主駕駛座12項電動 包含腰靠還有高低 副駕駛座是8項的電動座椅 兩邊都有兩組的記憶電動椅 而且都有通風跟加熱 那後座有加熱沒通風 還有電加熱方向盤 那我們真程版才是這樣的配置 如果是標準版的話 他就是這個置部的 但是都是什麼零重力舒壓座椅 來看一下門板 我剛剛講前面的那個網格狀的對不對 來這邊出現了 這個叫什麼 日式的那個CADEN 日式的那種門簾的那種感覺 很濃厚的日本風的一台車子 主控台呢 是有一點像亮面的 它的開關是有一點點 微水晶透明感的一種材質 然後我有發現一點就是 你看它這一次的隔音 開起來的確會提升很多 所以我就研究了一下 它不只這個窗框的 這個塑膠的這一層的包圍 外面呢還有厚的一圈隔音膠條 以外呢外層窗框又有一層植蓉毛 然後底下一樣做了 再加上下面的浪板再包起來 所以風切身會抑制的很好 第二點門與門關起來 這邊又做了 不用自己再花錢去塞這一條 所以風幾乎沒有空隙可以去鑽 然後再來一個A柱這邊 這邊也全包 它不僅葉子板全部塞密合對不對 連這個門的右側也全部都包起來 所以風根本就沒有風鑽進來 所以這次的隔音風切身抑制的才會那麼好 而且這是這一側而已 我們這一側還有 兩個這樣起來 所以整個氣密性會做得很好 好 裡面有幾個 裡面重點太多了 來這個 我不知道很多人會不會覺得 這有什麼了不起的對不對 但我跟你講我當初買這台車有蠻大的成分 這個有加分在裡面 你們可能沒那個感覺 小時候我阿公的貨車 以前的老貨車是前面是三排座椅 小朋友會坐在這個位置 所以我看到會很懷念 因為那個老車就是前面是空的 有相通的 你想想看我已經超過40年 我小時候是3歲4歲那時候 所以為什麼我會很興奮 來分享這一台車 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 你不覺得車子有40年的時間 是沒有太大改變 很多事情想都可以想 講都可以講 那我覺得它把它做出來 就這麼簡單 這麼多年的時間沒有人會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只是覺得它是好東西 你像我這幾個禮拜以來 因為我就跟老闆娘兩個人 所以我們這個永遠都是推在最後 我們就好棒 前面的那個通透感超棒 結果昨天回家我們開另外一台車 老闆娘一上車就說我不習慣 為什麼不是之前那一台 他說他前面的這個空間 他已經不習慣了 他要放開的包包他已經不習慣了 沒地方放了 有地方放 太急 他覺得不夠大 你懂嗎 就跟他跟我交往過以後 他就跟別人交往 他是不習慣的 你懂嗎 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 我覺得值得鼓勵啦 雖然不是創新啦 以前就有類似這樣 前面是走到三人座的這樣的設計 那我會覺得說 好東西你可以再拿出來用 只要法規允許嘛 好那我認為這個是好東西 所以這個我第一名喜歡的 這個叫做電控滑儀中央扶手 那當你滑開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下面呢 一樣是這個日式盒子的這個元素 日式盒子的元素大量的出現在這台車上面 包括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氣氛燈 甚至你的休息踏板 延伸到上面 我們剛剛講門板已經有三個地方了 包括你這邊的中控台上方 甚至車頂也都有做這種盒子的造型 到處都有這樣的一個造型 好我覺得都有呼應到 而且他這一次的內裝跟外表的設計 都是有得獎的 Waltz Auto 十大引擎推進系統獎 外型是Auto Color Award的 Grand Prix 內裝有 Waltz Auto 十大最佳內裝 跟最佳用戶體驗 那我就是最佳用戶體驗 方向盤盤徑呢 我個人的喜歡來講 我覺得可以小一點 然後我覺得可以粗一點 但是就是標準那再來一個就是這個 它是雙扶式的 下面也是平靶 有附一個定位環 然後有車咖啡色縫線 然後握靶的地方是有打動的 然後呢快捷鍵左右兩側 左邊呢控制這個儀表板 跟你的一些資訊窗等等 右邊呢就是你的手機 跟你的跟車的系統的運用 左邊這邊有大燈的高低可調 轉向輔速的開啟跟關閉 那個智慧的防撞的系統 右邊這邊就是一個 Push Start啟動按鍵 我覺得蠻特別的就是 它這一個整個黑色的這個木質調 而且它是有紋路的 然後呢有嵌入按鈕 在這個平面裡 而且你按的時候會有震動的反饋 這個東西我覺得 也是一個蠻大的亮點 就是你不覺得是 在那種溫暖當中 又帶著那種科技感 它把它弄得很和風 很溫文如雅 很優雅的感覺 裡面竟然又有科技感 它把這兩個東西結合在一起 有的結合的很衝突 它明明就一個大平板 然後很科技 然後弄一條木頭 你看起來怎麼看就 你在講什麼事 你懂我要講的那個衝突感嗎 有點硬要的感覺 我會認為說你既然很科技 你不如你用一條太合金 你就整個就冷裂科技 那你要去應用一個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木頭的木頭 那我反而覺得 畫虎不成反類犬 所以你如何把兩個不同的東西 無縫接軌起來 然後不覺得突兀 不覺得衝突 難怪可以得獎 好 還有一個地方很重要 這很細節 它的這個平板雙12.3吋 它不是全平面的 它這邊給你做一個 VS型 用5型 前面會有一個10.3吋的抬頭顯示器 那一樣 它是結合它的導航進來 不過這個跟前一代導航 S-TRAIL那時候我們試的一樣 就是好像用起來不是那麼的理想 但是它有進步了 比S-TRAIL那時候版本有進步 但有一個缺點就是 它手機的CAPRAE雖然不用接線可以連接 但不能投射進去 不過它這個螢幕 我覺得有一個東西很好用 這個停車場 你附近有什麼充電站 它一直在更新 它就隨時在跳離你最近的充電站 它更新的速度很快 我是不知道別台車怎樣 不好意思 因為我怕有擦粉就會出來 我那個是自動按一個按鈕 我就開進去自己插插頭充電了 有沒有有可能吧 我不知道 但我自己覺得這個很棒 它有10個BOSE音響的喇叭 輔助氣囊 它總共是雙前座 側面 還有中央 還有蓮幕式的 總共有7個安全氣囊 還有無線充電盤在這裡 這個掀開 你看這邊也有日式的格子 到處都是這個 而且這也是原木的 然後這邊也是用這種 這個是E-Pay的按鈕 跟Drive mode在這裡 我跟你講這一個很屌的 我現在都喝那個無糖的豆漿有沒有 大型熱力包有沒有 這個金曲剛剛好 這個根本就是為了那個牛奶設計 我開那麼多車 能夠放得下那個方形最大的 無糖豆漿牛奶的那個 我覺得10台裡面不一定有一台 有的它做了超多杯價 但都圓的 然後呢 前方一個點煙器 Type-C Type-A 還有一個東西 國外有 台灣沒有 我們這邊掃了兩個按鈕 我看國外這邊會有按鈕 應該有什麼 按了以後這邊有個電動 我們這個是兩個按下去 這邊兩個置物盒 國外是會電動這樣掀開 裡面有抽屜 好啦 那我先把我的位置喬好 我們接下來就來看後面 這個就也很和風的材料 你有沒有覺得 好 這很和風 你看這個面板也一樣 都有那個元素在 我做完就是兩個拳頭 然後車頂的話剩一個拳頭 我覺得有點挺 但前後距離是可以 它中間的這個木紋 有延伸到後面的書封口這邊來 有兩個電動加熱座椅的按鈕 跟Type-A跟Type-C的充電 各一個 對 中間扶手 有 有卡住 沒有垂在椅子上 就是好事 好啦 接下來就出發試車 哇靠 這個車今天時間拖太長了 有幾個很屌的 調座椅有沒有 它這裡就會出現 所以它就代表說 它所有的車身電腦 全部都有連動到PET裡 它空調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這裡有一個很像葡萄這個 是很日本風你知道嗎 你在國外的飯店Hotel裡面 你看那個空氣清淨機上面 都會有這個圖案 真程版跟標準版 標準版214P 真程版238P 然後都是30.6公斤米的扭力 馬力不同扭力一樣 很神奇 然後那個最大的行駛距離 標準版423公里 那真程版是548公里 都是WLTP 然後它充電的效率 如果AC的話就是7KW 然後如果是DC的話130KW 資料上面顯示 8分鐘可以充100公里 20%充到80% 大約30分鐘 這台車我跟你講 我是迫不及待分享的 我覺得很難得 因為我不是說 越來越不想買新車嗎 因為覺得 好像車坐來坐去 差不多就這樣子 沒有特別的那種 試起來覺得 特別不一樣的感受 或者是覺得很新奇的感覺 那好不容易 這台車給我有很多 我覺得蠻新鮮的事情想分享 首先第一點就是 這個椅子我坐了這幾週坐下來 我真的覺得舒服 包括我剛剛講的那個通風椅 真的是舒服的 很多人以為通風椅是吹風 不是嗎 我跟你講通風椅有分兩種 大部分其實是西風 踢你屁股的風 對 中間又是我喜歡的反皮 這個人觀點啊 有人不喜歡反皮 我是喜歡反皮的 那個B&W我講過很多次了吧 那我們知道 Nissan本來就椅子做得不錯了 以前我們試過那麼多Kicks Central 甚至X-Rail 我覺得他們椅子都是屬於偏舒適偏軟 但是呢 我覺得二月椅子 它沒有到像沙發那樣子 慵懶的那種感覺 它其實是有支撐性的 對於我們的背部跟脊椎 像阿呆這種長時間剪片的人 你自己坐這椅子 你不覺得它其實是 它是挺的 它是挺的對不對 但是不是那種硬邦邦的 這種感覺有一點奇妙啦 如果這個有觀眾朋友 不管你是不是去看這個車啦 你有到尼桑展間 你看別的車也好 你有看到展這個車 你可以去做看看 我覺得這椅子是真的還蠻不錯做的 然後再加上說 它的這個整個空間感啊 方向盤跟椅子的調整 也很容易就可以調整到一個 我覺得蠻適合我的角度 不管是腳跟手啊 背啊 我覺得蠻容易都調到一個 我覺得開起來是很舒服的一個 空間跟角度 所以這個椅子 首先我覺得是最首當其衝想要分享的 第二個 當然也是在我交車那一天 其實不是交車那一天喔 在跟那個廖老大那一天我就發現 還有交車那天我也有講到 第二個 最直接的反應 然後再加上這個幾週下來的驗證 就是它的底盤的反應 我本來對它的底盤沒有期待 真的一點期待沒有 我以為是那種日式果凍車你知道嗎 它的底盤啊 過彎的那個支撐性啊 真的很好 而且這個不是只有我說而已喔 交車的那一週 我就有兩個好朋友 已經迫不及待開過了 這兩個朋友啊 一個現在同時擁有好幾台車 什麼車都開過 連法拉利都有 然後另外一個 它也開過無數的車 現在正在IMG擁有的是特斯拉 也是電車的車主 他們都一致認為 這底盤開起來根本就 不像是一台日本車 我先講 首先呢 它這個過坑洞的反應啊 你如果要認為它是一台 印象中的 Image的 日本軟糊糊的電車 絕對錯 你看它這個過坑洞的那個 人孔蓋子這個直接的反應 你是可以感受到那個路面的回饋感 完完全全是感受得到 但是不至於讓你彈跳 跟過大的晃動 但是你是可以感受到 甚至乘客也是可以感受得到 過人孔蓋 或者是路面的起伏的 但是不是那種不舒適的在那邊跳 那我覺得啊 那兩個朋友最大的一個感受 跟我一樣就是 我曾經在高速公路下交流道的時候 下交流道不是都會有彎嗎 一不小心一看表 咦 怎麼80級 我覺得我過那個彎非常的穩 然後非常的順 我不覺得我是一個很快的速度 加上它可能隔音很好 然後很安靜 我坦白說我不小心超速了 因為我不覺得 我真的不覺得我有那麼快 所以我趕快減速 有那一秒鐘的時間 我不小心犯的錯 我自首嘛 可以吧 人會犯錯吧 網紅又不能不小心超速嗎 是因為車太安靜了吧 沒有啦 真的是體感過彎的速度 比實際上還要慢 這個狀況跟我剛剛講的其中一位同學 他來店裡 然後我跟他去試車 他也是他下交流道的時候 然後結果他一看說 欸 我就是欸 我就跟他講 對 我上次也是這樣 然後恍然發現自己 怎麼會下這個交流道彎太快了 他一看表嚇到 我說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因為我上次也跟你一樣 就是會有那種忽然讓你 那個真的叫驚豔吧 就是 哎呦 怎麼這樣 有一點那種感覺 那真的是 就是體感真的是沒那麼快 這一點我是真的覺得 這個底盤是有讓我們有這樣子的感覺 反正我覺得說這個以整個空間感來說 還有你實際上不管內外看起來 你也許你會覺得它是一個家庭取向的用車 但是呢 我覺得我這樣子開起來呢 我認為它絕對不是那種 我們想像中 或者是某一些觀眾朋友想像中的那種 很傳的那種日本的家庭用電車 有興趣的觀眾朋友 你可以自己去實際的 吵架看看看你們感覺是不是跟我一樣 因為我認為真的蠻有趣的 它的加速我覺得撐不上快 我記得0到100是7.5還7.9 然後我現在就是用一般的正常的模式下去開 那你看像其實我們常常試車每次在試這個彎 我們剛剛是0 啊在0 沒感覺 超神奇 這車穩超穩神經病 可以再快一點 可以再快啊 當然可以啊 他超舒服啊 我覺得底盤不用多說了 你自己去試了 真的 我覺得雷諾的底盤應該是不用多說啦 我覺得你去試這台車 你絕對可以把它當作歐洲車的那個底盤下去開 但我認為它加速稱不上猛爆喔 你如果要用那種電動車的思維來試 加速的思維來開這台車 我覺得不算猛爆喔 它的加速輸出是線性的喔 稱不上是那種給你很貼背啊 然後頭會撞頭枕啊 然後女伴會說你幹嘛開那麼快啊 幹嘛開這麼衝 然後你的朋友會說這車好爽好衝喔 載朋友跟載馬只是兩種不同的反應嘛 如果載朋友說這車好會跑 如果是女朋友在旁邊幹嚇嘛 因為它被甩了嘛 它頭被甩了它不爽啊 我覺得最特別要分享的地方就是 它沒有那個電機的聲音你有沒有發現 對 捷運的那個聲音 我開了很多的電動車都有 後來是我那個另外一個朋友 因為他也很喜歡這台車 他說因為它這個馬達不一樣 它是什麼電氣機池交流同步馬達 然後一般的那個電動車 大部分用的是叫做 泳池馬達 差別在於說 它這個是用的是那種線圈的 簡單講就是好像比較傳統啦 那泳池的是用類似磁力的嘛 差別在於說 Aria這個是它不用使用稀土 它有幾個好處嘛 就是以後的之後的維護就會比較便宜 然後它就不會有那個電機的聲音 不會有那個捷運的那個嗡嗡嗡聲音 然後它散熱比較快 耗電量會比較低 這是後來它跟我講稀土的事情 我才去研究 剛好講到這個馬達沒有那個電機的聲音對不對 再來我就要講到它的隔音 它除了說這個風切聲抑制的很好以外 剛剛我們也帶大家去看它的這些膠條 然後它的電機的聲音也很小 所以它整體是很安靜的 它的底盤的聲音抑制的也很好 沒有多餘的那種路罩的聲音 它的充電是CCS-1 跟JA1772上次交測的時候有跟大家講過 那後來我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一般我們習慣性 現在有些電動車它是可以去調整你的 緊繃充電的那個百分比 譬如說我最保要充到80% 90%有沒有 你是可以去設定的 Aria它是不能設定的這個部分 那我特斯拉的朋友說 那這樣不是電池很容易壞掉嗎 那我的想法不是這樣 我的想法是跟iPhone一樣 iPhone可以設定電池要充幾把嗎 不行啦 但是它會自己跳 內控對不對 對 對嘛 我的想法它應該是這樣 不是啊 你把東西弄簡單就好 為什麼要自己去設壘 它難道會白癡到每次都讓你衝到爆炸嗎 你知道我要表達的意思齁 我覺得其實我看到這台車 有另外一個感想 就是說其實啊 我有好幾次 我都以為我在開汽油車 我忘記我在開電動車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意識 就是從幾個點 就是它的電門的反饋跟底盤的反饋 整體的這個開起來的感覺 真的讓我有好幾次沒有意識到我是在開電車 因為我沒有那個開電車的感覺 包括它的整個停走 還有這個電門的整個加速的反應 煞車的反應 底盤的反應 其實除了我要到充電站去把槍插上去 跟它加油槍這一點不一樣以外 我認為這台車上面所有的東西 跟油車不無二字是一樣的 我不用去設什麼幾%充電 我不用我要吹一個冷氣的出風口 我要進去配的 拉那個出風口的方向跟角度 我不用要打個方向燈 我要在方向盤上面打 我不用要打個排檔 我要在這邊 啊 等一下 就是我認為我所有的控制 都跟我原本在開汽油車 以前的記憶是相同的 所以其實我有蠻多次有一個念頭 像我爸爸那個也是更老骨板 我爸老骨板到現在 我叫他換車他不要 他說我就是要開3500V6 我叫他換新型的油電他比較好 所以我其實好幾次想要拐他來試看看開這個 因為我認為如果以這樣子的老頭子 來進入這個介面應該不困難 包括它的跟車系統 這裡有一個快捷鍵 按下去設定 它就啟動了 我覺得所有的介面就是 都跟我們印象中 從我開車的有機歷來 差不多的東西 所以我這個老骨板進入這個電車 我覺得是很簡單 假設有一些消費者啊 觀眾朋友 你有那個想法 你想要從油車 踏入這個電車的這個領域裡面 但是你又像我一樣有一點點的 傳統有一點點骨板 不想學太多 深入的那些控制的 學那APP怎麼有的沒有 我認為他把它設計的蠻人性化的 包括充電站 再來就是一個最熱門的話題 電池嘛 大家都怕這個電池安全問題 我去查了一下資料 它這個電池啊 除了它是寧德時代電池以外 它的電池外殼 它除了是用鋁製一體式的外殼加固以外 還有在一層高強度的鋼材做包覆 然後呢電池跟電池四間 還有做這個保險桿 去做防撞跟阻隔 就是怕電池跟電池之間碰撞 它熄火花紋好幾層 然後底部又那個樹脂去保護 防撞緩衝 然後整個就是一層一層一層 做了很多層去保護 可是我看它廣告詞有一句 我看我也不方便說什麼 他說從他們以前做電車到現在啊 總共累積了210億公里的電車 沒有發生重大安全事故 我覺得這句話嗆出來有點掉 雖然我知道這是一個廣告詞 但我意識到一件事情 你記不記得我們的Leaf Leaf最早最早我們買一代Leaf的時候啊 我那時候有做了一下功課 Leaf當時是在美國是 銷售量數一數二的電動車 而且是最早期的 甚至特斯拉都還沒開始出來 所以它從那時候開始做到現在 所以它才說210億公里 它是從那時候開始算的 所以我想說210億公里 這數字是怎麼搶出來的 所以後來我想了一下 應該是就是從我們那時候 最早的Leaf那時候就開始 一代Leaf 對 講到一代Leaf 你是不是有點想抽了 很多人問我說 你還敢買那個Aria 我跟你講最大的一個不一樣 我真的有做功課啦 大家不要以為小事是白癡 我跟你講最大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它這個電池啊 可以單一模組維修 不用換整組 總不會再70萬了吧 因為它這個是獨立的電車底盤 不是那種共用底盤 它就是電車底盤 所以它其實整個平整化 而且它的整個電池的模塊 其實是跟底盤是一整組的 包含懸吊什麼都是一提的 所以它整個配重底盤是50比50 難怪我覺得它的那個整個底盤 開起來很好 我是先開覺得底盤好 去做功課 才知道說它的配重是50比50 再加上說 因為它也有一點類似 雙層橫置的那種擺法 所以其實它的重心低 然後它的底盤很平整 然後呢 它的那個懸吊 跟它的電池高強度的外殼 又有做連接 所以它的整體強性剛性做得很好 我整個開起來才會覺得說 欸奇怪 這個電車怎麼開起來 跟我印象中的那種 日系的電車 有那種截然不同的感覺 所以我才會有很多時候 會覺得說 我怎麼好像在開一台小鋼炮的感覺 然後它的迴轉半徑也不大 所以整個其實開起來 就覺得很順暢很流利 現在下雨 你有沒有覺得那個雨的聲音 超級隔在超級外面 嗯 連上面都沒聲音 上面都沒聲音嗎 上面都沒雨聲 以前我記得 我們在試一些車 雨的聲音上面會比玻璃大 它是上面沒聲音 玻璃比較大聲 前面那一塊 滴滴答答 這裡都沒有聲音 隔音室真的有嚇的東西 上次有人留言 我記得我們教室有人說 這個什麼手煞車開關 坐在這裡 什麼膝蓋會按到什麼 我先講兩點 第一個膝蓋裡有夠遠 第二點你膝蓋按到是解鎖 不是拉好不好 你膝蓋會去拉嗎 你給我拜託欸 我不是要嘲笑你 留言前稍微思考一下 腦袋很好用 要用啊 但要我拜託啊 我真的有時候覺得這個留言喔 哭笑不得 哭笑不得 它這個叫Propilo 包括AI智能輔助駕駛系統 RCTA後方車側的警示系統 還有盲點的警示系統 PSW AVM加MOD的360度的環境影像系統 跟移動物體的偵測系統 PIEB行人防錐撞緊急煞車系統 PFCW超四距車輛追撞警示系統 同級唯一喔 HBA遠近光自動切換系統 跟車還不錯 就是把這個 吸了去 然後鋪一下 去動了 這種老回啊都會用 好那整體跟起來的話 我現在是設兩格的距離 它總共距離有三個 三段 我現在設兩格 那跟那個A2L一樣嘛 就電容的方向盤的感應 你所要還是要握著 那跟的是蠻穩定的 其實它這跟車 我每天都偶爾會用一下 蠻順暢的 沒有什麼不舒服的感覺 至中也蠻穩定的 其實會偏一邊 其實它至中就是還蠻中間的 然後加速啊 跟煞車都蠻柔和的 我前面煞車囉 哪會很急 我前面一直在煞車 很柔和喔 幾乎沒有煞車的感覺 沒有煞車的感覺 前面煞車很急對不對 對 超整齊的 我們這一次跟大家分享的 這台新車 我們去簽了2024年的 Nissan的Aria 跟大家分享 那我覺得整體來說 我蠻驚豔的 然後也蠻喜歡的 那你們有興趣的 自己可以去體驗一下 看跟小吃的感覺一不一樣 那以上呢 就是小吃這次新車開箱 試駕的感受 跟各位觀眾朋友分享啦 喜歡我們的新車開箱影片 也要記得踴躍的留言 超級感謝 拉滿訂閱 開啟小鈴鐺 咱們下次見 掰掰 音樂 射程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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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more chain No more chain We are on the road Energy in elude The pedal takes control In my heart and soul 它這個電池啊 可以單一模組維修 總不會再七十萬了吧 七萬是整顆嘛對不對 對啊七十萬是整顆啊 全部啊 你不要說它的單一模組 只分兩組 一組三十五 這樣我不能接受了 還是還有第二種賣法 現在我們分兩組 一組七十萬買一送一